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脊椎在开刀的时候 有些要融合手势 所谓融合手势就是我们脊椎不稳定 只要用骨钉固定 就要让它永久联合在一起 叫融合手势 融合手势的话就是 过去都是拿自己的骨头来补 叫自体骨 它的效果很好 自己的骨头最好 但是要挖你别的地方的骨头来 很多病人开刀的地方不痛 挖骨头的地方 取骨的地方会痛 反而不舒服就是这样子 那后来就是 拿自体的骨头有一些问题 病人有时候多一个地方会疼痛 另外有些病人自体骨不过 所以我们叫做液体骨 人家捐赠的 我们在台湾整个尸体捐赠不多 而且会捐器官 不会捐骨头 只有少是全捐的 在领口也是 那时候捐干捐肾 身骨头捐 我们就是 就去把这骨头全部都把它取下来 放在我们骨头的银行 骨头就一个零下八十度的冰箱 把它存起来 另外我们现在连肌件 十字韧带都把它切起来 保留起来 因为有病人可以重建这样子 这是这液体骨 这个当然又特事处理 要零下八十度处理 两个礼拜以后 这个免疫的 用别人的骨头就怕有排斥 所以两个礼拜就不会有这种排斥左右 当然自体骨不像自己的骨头那么好 必须是别人的 没那么好 但是至少可以用 我们现在骨科也是用在 比如说关节重建 开了好几次刀 骨头都没有 我们要用别人的骨头 或肿瘤 包括脊椎 包括那个大腿小腿 那个肿瘤切掉 不够骨头 就是你不可能拿你的骨头再来 贴你的症状贴那么大不行 就是拿别人的骨头来移植 这液体骨 所以现在用在一个就是 一个用在肿瘤的重建 一个关节 开了很多次刀的重建 另外用在脊椎 脊椎开刀 有人不想就用这个液体骨 但是液体骨不是每个医院都有 这个医学中心才有 一个骨银行 要一个冰箱 要管理要什么要登记 卫物部都要登录 哪一个人捐的什么 所以现在就很多叫做合成骨 人造的骨头 人造骨种类也是很多 有很便宜的几千块 也有一cc几万块的都有 当然效果就不一样 健保他给付就是很便宜的 一包五千块的他给付 超过一包就要申请 那就比较贵的一cc几万块 健保不几乎 对 要智慧 那骨水泥又是另外一种 它跟你的骨头不会连在 不会密合的 因为它不会变成骨 我们所有的融合手势 不管你用自体骨 用液体骨 用合成骨 都是让骨头可以 你的自己的骨头连在一起 这样子 这样就会稳定 那这个骨水泥不是 骨水泥它不会跟你的骨头连在一起 甚至有时候会松动 所以你说有时候滑掉 有这个可能 就没有办法效果那么好 所以骨水泥它不是用在融合手势 骨水泥要融合手势只有一种 我们用在肿癌症 我们拿掉以后 我们就会用一些钉子 用钢筋水把它架起来 以前肿瘤我们用很多这样子 那骨水一过去 我们用的就是在肿瘤 另外就是用在骨质疏 骨质疏疏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骨水泥灌住在骨 这个骨断的地方 就让它支撑 那就没关系 但这毕竟是外物 它不会跟你的骨融合在一起 我们用这个指甲撑开目的 这样增加稳定度 这样子 对